大家好,我是男子王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二分法 大家Google一下会找到这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它是介绍了一个二分法的写作的模板 能非常有效地避免我们在平时写二分法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死循环的情况 好,那我们先大概简单地介绍一下二分法 什么意思 我们是给了一个有序的数组 比如,然后注意这是已经排好序的一个数组 然后我们要找其中的,确定其中的一个位置 找一个数呀,或者是找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二分法是我们有一个手指针,一个尾指针 通过这两个位置我们确定一个中间指针 然后我们来比较中间指针 跟我们要找的那个数 我们的target之间的关系 这时候有可能当前中间指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找的target 那么可以直接返回 或者我们的target在它的左边 或者在它的右边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有一半的解肯定不是我们要找的 我们就可以移动右指针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在这个空间里面找我们的target 或者移动左指针到这个位置 再在这个空间里面同样是找我们的这个target 然后同样也是用我们的二分法 先看它中间位置的值 然后再删掉一半的空间 再看中间位置的值 再删掉一半的空间 从而最后找到一个特定的这个值 那这种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啊 是logn 因为每次我们都会减少一半的这个解的空间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模板 解释一下这个模板是怎么写的 这里我就是用这个licode的35题啊 这道题来解释一下这个写法 首先我们start跟end当然是定义在这个数组的最前和最后这两个元素上 我们定义在最前面跟最后面两个元素身上 然后我们计算mid的时候注意这个公式 我们用的是start加end减start除以2 用这个公式的原因呢 是如果我们直接用start 加end除以2的话 如果这两个和发生了overflow 那么我们这个计算就是不正确的 overflow以后变成一个复数 用我们这样的写法 就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overflow出现 好这里重点我要说一下这个well循环的条件 在这个模板中啊 这个well循环条件是start加1小于end 这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当我们左右指针相遇的时候 相遇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了这个well循环 所以说well循环结束以后 这两个值 是还没有被检测过的 所以在我们well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还得依次检查这两个值 只要根据不同的提议 有不同的条件进行检查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well循环的这个中止条件啊 注意是start加1小于end 当两个指针相遇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 好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三个条件 这个也是不同的提 有可能会产生变化 如果我们mid的值 我们这个是等于target的话 我们就直接returnmid这个位置 如果mid小于target 证明我们的target是在我们解空间的右面 然后我们把start指针 我们左指针移到mid的位置 注意这块没有mid的加1 我们移动左右指针之后 都移动到mid这个当前位置 好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介绍完了 下面呢 是我们的二次检查的这个部分 刚才我们说了 当两个指针相遇的时候 那么我们剩下这两个数是没有查的 那如果我们这道题啊 根据提议的不同 我们检查的方法不同 如果这道题是找某一个target的数 那我们就要看 是不是左指针等于这个target 如果等于就return左指针 如果不等于呢 再检查右指针的数是不是等于 如果都不等于 那就return一个flat 说明没有这个数存在 那对于我们这一道题啊 是search insert这个position position的话 剩两个指针之后 我们可能insert的position有三个 一个当然就是insert到这个位置 等于是插到四的前面 一个就是insert到五这个位置 就是插到两树中间 一个是insert到五后面的这个位置 就是说 放在五的后面 所以这块我们有三个条件 如果target 是比这个五的值还大 那说明要放在五的后面 我们return的是and加1 就是return的是 其实是六这个位置的这个指针 这个位置 insert到这里 后面的都要往后一一为 然后如果target是小于等于start 就是我们要insert到四的前面 insert到四的前面嘛 其实这样就insert到四的这个位置 要四什么都往后一一为 所以return的是start 其他情况下 在两个中间的returnand 好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模板 我们需要注意的条件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well循环的中止条件 是当两个指针相遇的时候 好 计算mid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这个公式 而不是直接相加除以二 好 第三点呢 就是在移动指针的时候 我们是等于mid 而不是mid加1 或mid减1 好 在我们的well循环结束之后 我们要 根据提议啊 依次检测 在 剩下这两个start跟end 这两个位置上 这两个数 然后从而确定我们要 搜索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个二分法的这个模板 用这个模板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个死循环的情况 算是一个比较万能的模板 好 那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给我的微信留言 再见